招牌鞋 盧晓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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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我是7掌櫃 這次帶大家來到了彰化御皇宮 彰化御皇宮坐落於彰化市的福山裡 坐東南朝西北 被以虎宰山 定君三世 传说中这里有龙脉绵延 灵气忽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化玉皇宫的祖师神尊为玉皇上帝 因此这里自古就有曹官下轿 富贵满堂的风水格局之称 如果有其他神明绕镜软轿经过此处 神明就一定要下轿路内跟玉帝参拜行礼 天文才有一次其他神明绕镜队伍 经过旺季入宫参拜 结果整个神轿居然卡住动不了 后来还好有人想起来 赶快进入玉皇宫跟玉帝行礼 神奇的是 一参拜行礼完后 神轿就又可以动 又可以继续绕镜了 真的是很奇妙 彰化玉皇宫的位置是在三楼 一楼和二楼 则是和当地福山里社区发展协会共用 这里也经常举办各种老人团康 教学课程等等的活动 让社区的年长者 大人以及小孩都有很舒适的活动空间 也让平时多余闲置的场地有所发挥使用 七掌柜也觉得这是现代庙与经营的一个蛮好的共生案例哦 要上到三楼之前 我们可以先看到在楼梯上 有信众发心捐木的和仙姑 开箱子 曹国舅 蓝彩河 汉钟离 铁拐李 吕洞宾 张国老等等的八仙助手 以及武财神 三太子挪扎 等等的神明神像壁画桩点 一直往上走 好像就是要进入天庭的感觉 真的蛮有意思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次到了三楼位居中间的是灵霄宝殿 除了玉皇上帝之外 另外还有三官大帝 离王爷公 宗坛元帅 护驾将军陪是在此 在南侧还设有斗老殿 里面供奉的是斗老新君 如果你有在玉皇宫安奉里斗的人 也可以每个月都回来拿一次平安米 平安米就放在庙里这里 让有供奉里斗的信众字取 这样的设计感觉还蛮方便的 再顺着走到往里面走 我们会先看到有供奉观世音菩萨 文财神以及五财神 在财神爷的前面 这里有一颗世纪发财的大元宝 有来拜拜的人也都可以来摸一摸天财运 七掌柜在第一次来拜拜的时候 就有摸这颗金元宝 那个月还真的有一笔小意外之财进账 而在走过来各神殿分别供奉 由组长福禄的南斗星君 考试公民的文昌帝君 另一边也还有供奉组长颜寿的 北斗星君 观圣帝君 以及身体健康的华佗仙师 再过来则是还有供奉天上圣母 千里眼顺丰儿 福德正神 以及掌管姻缘桃花的月老星君 在整间庙的最北侧 这里则是还有设置太税殿哦 在这里太税殿比较特别 而且比较少看到的是 除了供奉六十太税新君之外 我们还可以看到这里有供奉所有太税之首 殷嬌大元帅 相传殷嬌大元帅原为殷咒王太子 但咒王被打己魅惑 提议将他庆于荒郊 赴名为殷嬌 而后殷嬌被一位生真人救走 并在其门下修道而成 最后并辅佐周五王 也因此玉帝封殷嬌为帝斯九天游异史 智德太税沙发威权元帅 相传嬌大元帅为人间奖善罚二之神 所以下次如果大家有机会来到彰化玉皇宫拜拜 也不要忘记来跟我们的嬌嬌大元帅参拜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而在庙的外面 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信众在年初的时候 会把自己的姓名资料 以及祈福心愿写在金箔的卡片上 然后挂在这边的笼柱上 祈请玉帝赐福能够圆满心愿 同时这里也还有仿造 北京圆明园1比1打造的十二生肖瘦手铜剑 十二生肖瘦手当时是在圆明园做十二时辰整点 暴食功能来做使用 但是现在珍品都已经变成了古迹 听说拍卖价格也屡创新高 于是后人也认为这具有富贵吉祥的风水开运含义 所以玉皇宫也仿真打造 安置在庙口前方的平台 现在也成为这里的一个特色点哦 也曾经有风水老师来到彰化玉皇工作风水勘查 发现玉皇宫前面面临大渡溪环绕包围 这样听说能够吸纳水气转化为柴气 而形成玉带柴水浮龙穴的招柴风水 所以借庙于此就能护佑所有来这边参拜的信众 神威显赫护昌生 求财得财事业心 玉带柴水浮龙发 经营财宝赐万民 也难怪七掌柜也听到当地的人在说 在这附近有很多中小企业其实都是业界的隐形冠军 还有很多隐形富豪也都是在这边发迹的哦 连台树集团下的上市公司台化 设厂发迹地也是在附近的区域哦 章化玉皇宫的整体建筑壮阔辉煌 位置动线安排的井然有序 还有石柱、银帘、门绳、庙岩等等的建筑 也都是雕梁画洞、刻画入围 尤其是站在灵霄宝殿前面的平台 我们向外俯看四面八方 视野苍穹开阔 让人明显感受到思绪清楚 心境豁然开朗的感觉 拜拜完之后 建议大家也可以坐在两侧的中古亭内 还能够享受到阳光和许 屡屡清风 真的会让人整个都心共神一起来哦 而如果你也有到过章化玉皇宫拜拜 也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区加一 或者是你有附近好吃的美食想要推荐给大家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区跟大家分享哦 最后七掌柜还是提醒大家 如果你喜欢掌柜拜拜go的内容 也欢迎多用行动支持我们 请记得帮我们按赞 订阅加分享 并且一定要开启小铃铛 才能够接收到每一次的上片通知哦 有你的支持 我们会更有行动力 带大家拜拜go 分享更多的祈福好妙给大家哦 我们下次见